山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明 今天很开心 来来分享今天课题 首先来看看 大家看一下幻灯片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鐸鐸鐸這裡 這有兩百鐸裡面最架鐸鐸鐸 那是皇居 我們常常看到裡面有什麼人沒有看過 電視牆也沒有看到 沒有什麼食材 就是說裡面是有兩個鐸鐸 不是 裡面的鐸鐸是現在看到圖片 這是現在目前我們的鐸鐸鐸 金雄鐸鐸 賠賠和鳳雄 現在我們在對外千萬是天皇陛下 沒有金雙陛下 現在是皇祭2674年 已經是第125代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第2本帝國的大鳳鐸 對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非常重要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所有款 同樣在那裡 只是說我們的國家 第2本帝國 差不多比市長 有前言裡面有說 是被拋起來 所以基本上我們 美國的最高法 聯邦法院 有什麼看過說 我們沒有國籍 因為我們的國籍 跟我們的新聞 目前就是 他都在訴求犯罪的人 齒羅公權 齒羅公權幾年 現在沒有辦法 允許允許這個款式 簡單介紹 今天的題目是 台灣發力 發力台灣 我本名叫文稱子 文稱子 我出生在昭和47年 發力協任初級班是第13期 高級新盛班是第1期 簡單介紹一下 旺季是最殘酷的酷刑 日本已經旺季1895年 對清國戰爭取得了領土 旺季1922年 華盛頓海軍裁軍公約 規劃的責任區 忘記退出 國際聯盟的原因 忘記1941年 12月6號 宣戰的原因 忘記臨時戰機 忘記七身報國的神風特工隊 忘記靖國神社櫻花樹下的約定 忘記一切的一切 甚至忘記自己的名字 這個就是政治煉獄 這是今天的一個開題 今天我知道 因為前幾天 有很多講師在這邊上過課 我大概知道 目前這裡也有幾位同心 可能聽不懂 我們的台灣話 台語 所以說 我就說普通話 你可以聰明一時 絕不要糊塗一世 現在看到這是昭和陛下 昭和天皇陛下 是在大正十年 也就是1921年 成為代理天皇陛下職務的社政王 我們在一些照片 台灣回憶裡面 有看到說 日本帝國的社政王 曾經來過台灣 他那時候是因為 我們的大正陛下 有一些身體上的狀況 他可能有些方面 沒有辦法來處理國事 所以這方面來講 就是由我們的 昭和天皇陛下 那時候的社政王 來代理職務 他是代理 天皇職務的社政王 所以可以稱為什麼 皇太子社政公 董事長的代理職務者 不只是董事長兒子 代理職務者 有權決定公私決策 董事長兒子 沒有決策權 身份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在那個 維基百科 大家也可以去查 昭和天皇 然後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資料 1901年4月29號 出生於大日本帝國 東京府東京市 立為皇太孫 受乃木西典的嚴格教育 乃木西典 是大日本帝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軍官 他非常厲害 領導很多軍隊 在那個大東亞共同圈裡面 所處理的一些 違和的任務 戰爭的時候 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條卡 他是很重要的一個柱子 就是所有軍隊 認為說 欸 軍隊潰敗應該領導的 將軍應該會很灰心才對 結果沒有 乃木西典 他有七身報國 那種忠孝之心 所以他百戰百勝 但是後來他是他的信心 支撐他 把那個旅順 打下旅順那個戰爭 就當今我們所能夠得知的 資訊信息 我們會有疑問 大日本帝國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是否已經亡國 現在日本國是大日本帝國嗎 什麼是絕對君主不治 什麼是二維君主治 誰是大日本帝國現在的護長 我們看到那個大日本帝國 他的憲法 他上面寫了明文寫 大日本帝國憲法 第一章天皇 我們看到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五條 介紹的是現況 那國旗 日本大日本帝國的國旗 日之丸的顏色是紅豆色 這顏色大家要記清楚 是紅豆的顏色 比較暗沉 那國題跟政題的憲法 是明治憲法 我們看到第四條是 國家的統治權跟元首是天皇 也就是金上陛下 那第九條 現在日本國的憲法 跟日本國的國旗 我們現在看一下 日本國的國旗 跟大日本帝國的國旗 是不一樣的 因為顏色 他比較鮮紅色 我們剛剛看到是暗紅色 那是大日本帝國 我們的國旗 政題不同 和平憲法改制 明治憲法 因為那個 明治憲法裡面的 第七十三條修正案 讓日本國的憲法 可以得到修改 修改哪些呢 第四條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國家的元首跟統治權 絕對君主制嘛 全部都是在金上陛下的手上 做絕判 那第九條 就是宣戰權 宣戰權 日本國現在的憲法 經由修正案 把第九條 宣戰權改成 放棄戰爭權 所以日本國的憲法 跟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沒有一樣 不一樣 政題不一樣 那 效忠對象的程度也不同 絕對尊主制是絕對效忠 因為國家的元首跟統治權 完全在金上陛下 那現在是虛位效忠 因為他底下有個叫總理 那我們看到日本國 其實日本國他現在的 大環境情況 也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因為他們的認知 他們認為他們的總理是首相 其實不是 現在這個安倍 只能是說總理而已 真正的首相是像 大英國傑 他底下有五十四個國家 那以英國為主 那個英國的首相 才是整個大英國傑的首相 各國最多只能叫總理 那日本國的話 他基本上是從 大日本帝國裡面 抽離出去 我剛才有講到 他是 經由大日本帝國憲法的 第七十三條修正案 所以他的憲法是修正案出去的 那由當時的帝國憲法 經由第七十三條 讓日本國憲法得以 換面貌一新 成為一個新的憲法 那領土範圍也不一樣 日本國他現在有的領土是從 北海道 本州四國跟九州 範圍的話是大日本帝國的國土 比日本國領土範圍還要大 那2020年修正完成前 日本國人處於不正常的國家狀態 這是去年安倍總理 日本國安倍總理所講的 2020年 我們看到大日本帝國 帝國憲法的簡介 他是日本基於近代 君主立憲而制定的首部憲法 我們剛剛秘書長在這邊有開張 民意有講 那君主立憲就是 軍權跟民主可以同時來並行 那公佈於1889年明治22年的2月11號 並於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號施行 該部憲法也被稱作 民治憲法或帝國憲法 然後相對於現行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裡面的国庫命 我們是習命 我們是成民 我們的狀況 我們身分其實跟日本國的國民 兩個程度是不一樣 他那個 他 國民他們都講說 舊憲法 戰前憲法 那我們在聽的時候 就直接把它轉過來 這是 民治憲法 帝國憲法 他們稱舊憲法 和戰前憲法 是因為他們自己受的教育 那正常應該是這個稱 不是 直接注意的是 儘管這部憲法名稱帶有大日本帝國文字 但當時並不是日本正式的國號 一直到昭和11年 也就是1936年 日本的國號才正式統一稱為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看到這上面有 民治憲法的行憲造書 跟帝國憲法的本文 那 帝國憲法 他制定出來之後 有沒有辦法馬上施行 沒有辦法 必須要由 金上陛下 也就是當時的 民治 陛下 他頒布一個 那個憲法招書 頒布之後 帝國憲法才可以施行 所以 招書跟憲法來講 哪一個權力比較大 招書 招書比較大 大日本帝國的帝國憲法 他裡面有七張 76條 條文非常少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簡介裡面 第73條 我剛才有講 憲法的修改 與現行法律制度的關係 日本國的憲法是 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 The Emperor of Japan 第73條 就有的規定 修改程序 得到全面修改 成為了面貌一新的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於1946年 11月3號公布 那一天剛好是 明治陛下的生日 自1947年5月3號 開始施行 根據日本國憲法 第98條第一項 新的規定 就是在大日本帝國憲法 前提下 成立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 的內容相違背的話呢 跟大日本帝國憲法 同時是失效 所以說說 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那舊法令呢 在日本國憲法施行後 仍然有效 那 我們也聽過 以前的台語有說 說心勒不識 古勒不變 新舊相衝突是 以新的為準 日本國憲法 日本國憲法 檢介 日本國的國民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制定的新憲法 他那個憲法就是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他們的 日本國的國民 為了要跟 之前的那個 帝國日本政府 做切割 因為那個戰後 他們有的恐怖 就是說那兩隻 我們主堂把他們的帶 都 都破水了 所以他們比較沒帶 那就要做切割 他們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 制定一個新的國家出來 他們就是 有這種背景出現 他這裡有寫 消除因政府行為 而再次發生戰禍 之宣布主權屬於國民 並制定本憲法 他這裡寫歸寫 實際上來講 他的 講的主權屬於國民的主權 是什麼 是講什麼 主權管理權 管理權而已 所有權 仍然在 金上陛下那邊 那日本國的新憲法裡面 一共有11章 103條 有比較多 他修憲後的日本國的新憲法 就是 重點是在多 第9條 放棄宣戰權 那就是 把他改過來 那也增定了西方普世價值 自由平等的觀念 與男女平權 大日本帝國 與日本國憲法史 與台澎群島的關係 大日本帝國 戰敗 但是沒有滅國 很重要一點 那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 被佔領者 美國壓制 而並沒有取消 為什麼 如果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消失的話 日本國的憲法也消失 為什麼 因為大日本帝國 日本國的憲法 是經由 大日本帝國的第73條修正案 所得來的 所以 大日本帝國憲法 如果消滅消失的話 日本國的憲法 也是整個同步消失 那台澎群島 並沒有認為 因為 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 包括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就是 San Francisco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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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英文簡稱 脫離 大日本帝國架構 而是 日本國 脫離 大日本帝國架構 提早 獲得自由 日本國為什麼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因為他要脫離 這個 整個戰爭後的責任 然後1972年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 因為帝國 台澎群島 被佔領 沒有本土的政權 所以只能加入日本國 提早獲得自由 那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只局限在哪裡 新憲法的地方 新憲法的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 被來到 本週四國九州 再加個 琉球 就這樣子 那台灣澎湖 新南群島 跟南極 有沒有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保障 沒有 那台澎群島 目前是大日本帝國 唯一的護長 剛剛開始有講 唯一的護長是誰 就是我們 我們大家 日本國 流瓊群島 北方四島 主島 新南群島 均為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我們有管理說 但是日本國有管理說嗎 沒有管理喔 日本國沒有管理說 主島 北方四島 是他的 南海 他也沒辦法 尚有管理 可以說這 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因為我們的風帝 沒辦法說話 為什麼 就像我們和平條一樣 他把他調起來 他的管理不會光 國家台水 沒關係 我們幫他講 我們神秘 有那個 義務跟管理 本土黨人 這是正港的日本人 順情的 台日本帝國鳳民 至今人 在政治領域 當奴隸 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債 尚未簽署和平條約 我們老在家裡 大兄 鷹鷹鷹都出去了 尤其是大兄 大兄跟鷹鷹 在住世界大戰 戰士 現在換個新的成功 說要回來 為什麼 因為在南海 有發現到 世界最大的主要 可蘭賓 跟石油 因為剛剛 要回來比較好 因為有好康的 然後看到 大日本帝國的國境 跟日本國的範圍 看到 北方四島 那個 北海道 本州四國九州 朝鮮 朝鮮為什麼在裡面 因為有個日韓並和條款 他是把那個 大韓帝國的高中皇帝 把 朝鮮半島的管理權 永久讓給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那 日本 日本政府有沒有權利管 朝鮮 現在是不行 因為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朝鮮 他沒辦法管 他 在究竟和平條約的規定之下 他也不能管 因為管理權 現在仍然保留在 金上陛下手上 然後台灣 新南群島 另外呢 這個帛琉附近 帛琉這邊 所以帛琉跟我們有很大的關係 南優 再來是南極 南極是究竟和平條約第二條E款 有講到 他是 日本政府是放棄宣示權 那 宣示權保留在哪裡 金上陛下那邊 1905年2月22號 上個月 大日本帝國的主導日 可以看到 新台灣論 第79到88頁的內容 Takashima belongs to Emperor of Japan 大日本帝國的主導 那我們在 那個臉書 還有其他網路上看到這篇圖 圖片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裡是寫日本國 我們當場要 交交 他們 也要跟他們講 不好意思 你們這裡是寫錯了 我們要告訴你 正確的 國際法理觀念 那大日本帝國的日日圓是什麼國家 什麼紅 有日圓的國家 有帛琉、孟加拉、遼國、尼日 跟日本國 他的紅是一樣紅嗎 剛剛我們看過 不一樣 比對一下 鮮紅色跟暗紅色 紅豆色跟亮紅 不一樣 色卡也有 如果家裡有色卡的話 不妨拿來對一下 尊貴的明治大政昭和三位陛下 建構完整的台灣主權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根據萬國公法 逐步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1895年下關條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然後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是花了7年 是10年 因為1905年到1915年之間 台灣還是有很多的 不和諧的地方 那這一個高砂族灰色的區塊 那日本政府 當時的政府 他花了7年 征服這個地方 他在1905年 參加一個國際會議 聽從美國的建議 因為美國 我們知道他是 西部脫荒的時候 跟印第安人 曾經有過那個經驗 那是根據國際戰爭法 去做施行 就是經由conquest 就是征服的方式 讓他納入管轄 這是合法的 那征服之後 建構台灣的完整主權 那高砂族那時候 在大清帝國的時候 並沒有在清國裡面 因為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的圖 我們也看到 這隻像什麼 蟬 那我們以前讀了書 他說這個地方 沉到海裡面 是嗎 是沉到海裡嗎 不是 是因為這個地方 他沒辦法征服 那 日本帝國當時的武力 他基本上是非常強的 他都要花7年到10年來 做征服的動作 可見 高砂義勇軍的名字 不是 浪得虛名 1937年 黃明化運動 說日本話 取日本名 為什麼要叫黃明化 那是一種童話的方式 要教育 要童話 日文下來 講 我們的國語 日文 日語 那大家一定要聽懂 大家一定要聽懂 聽懂 看懂 政策 才有法度規定 大家才看懂 才有辦法配合 才能夠遵守規定 你看得懂文字 聽得懂話 才能夠通話 所以黃明化 是一個好的運動 然後再來 1945年4月1號 天王造書實施大日本帝國的明日憲法 伏兵義參政 當時 參政的話 有貴族院 貴族院跟眾議院 也包括有一個那個 參戰權的一個代表 他住在那個張峰山 他是住在那個屏東 他有一支那個 天王陛下的那個橘文太刀 所以 所以呢 一 台灣自1945年4月1號 開始已經是 天王陛下的領土 所以呢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金上陛下持有台灣的所有權狀 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在這幾天的課程 大家講師都有講到這一點 日清下官條約 這是正式的名稱 馬關條約這個四個字 我們盡量不要去用了 因為我們的國家 從頭到尾就講下官條約 馬關條約是從外來 支那 支那是他們孫文 孫義先 帶頭講的 那將來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前面有講到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抬頭非常清楚 那參加的有這些人 宇龍章 李金芳 這是父子良 代表大清帝國皇帝陛下 那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他會接受歌讓 伊藤柏文 陸奧忠光 這些 台灣戰爭史回顧第一集 第一本的第七到十一頁 就講到這方面了 平埔族分佈圖 這個蠶 為什麼有這個圖出現 我剛剛要說明 那一隻蠶怎麼來的 六個屯肯區從北至南 那高砂族這個地區塊 他沒辦法征服 所以他並沒有畫到 那個清帝國的版圖裡面 然後經過錯誤的 一個教材跟教育之下 他們變成演變說 他們要把這個事實掩蓋住 就說他沉到海裡面起 其實一直都存在 那平埔母親珍貴的樣貌 我相信大家也都在 有機會的話在網路上看得到 這是我們的平埔媽媽 跟我們周遭女性朋友 那個輪廓很像吧 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八 所以可以很的確認到 這是當時 國外的一個地圖 看上面有年份 忘記放到哪裡 他有寫 他有寫年份 這個比清國還要早 中國那名隱瞞台灣人的真相 這是圓桌論壇 09年11月21號 王雲成打出來 他提到清國時的台灣地圖 他為什麼這樣 台灣的東半部竟然不見了 而是成為與太平洋連接在一起的海域 這個形狀看起來不像蠶 反而像海馬 嘴尖尖 尾巴勾起來 當然真的海馬尾巴勾起來的部分比較長 那清國蠶行地圖 透露一個不為人知的真相是什麼 日本政府完成全台灣島的軍政統治 他就把這一塊完成了 我剛才講了 conquest 就是透過那個政府的方式 民主長剛才斑花美國國旗的時候 有講到的歌道菜刀 什麼叫的歌道菜刀 竹竿上面裝菜刀 他由來怎麼來的 有剛剛跟剛剛講的那個 有密切的關係 在這裡 有看到嗎 旗子上面 菜刀 的歌道菜刀 的歌道菜刀 砍柴的刀也沖鋒在上面 這是那個當時的日本政府的警察 證據 物件 他代表什麼意義呢 軍政時期的結束 代表事件是1915年 西萊安事件 就是說人家說獄生死驚 在大日本帝國台灣島內 事件起貨的器械照片 那上面還有寫什麼 大明慈悲果 甘情的台灣人 起訴都要討一個大明 這是東明王國 漁民教育的成果展 這個道菜刀就是 潮芒奇異革命 所以我們掛 美國國旗的時候 包括掛 台灣民政府的旗幟的時候 就是用標準期間 不要用的歌啦 OK 因為我們不是潮芒 我們也不是感情台灣人 我們是什麼 法理台灣人 我們是法理台灣人 清國在日清交友戰爭前 擁有福爾摩沙島上 西部六個屯墾區 外加澎湖一共有七個屯墾區 兩年冬三年末 湊油水殖民地 然後清國就是交接不清 清是高砂部落的東半部島區 他當時有兩個事件 那個 牡丹社事件 跟南甲之盟 兩件事件 他們清國有個外交官叫 毛場溪 他對外講說 東半部那地方 發生事情 這兩件事件 就是化外之地 法理不法 任憑貴國處置 他已經公開兩次了 公開兩次 南甲之盟是跟美國 一艘船艦 所產生的一個爭奪的事件 有個排灣族 那 牡丹社事件 是跟日本的事情 那也是由美國來出面 所以美國跟日本 自古以來 跟台灣 有很深的 一個淵源所在 那賽格特克巴爾島的慘劇 主要兇手是誰 狼象塔的 清國 他沒有人講啊 他沒有講啊 那個高砂族那一部分 那一塊 我們並沒有給他做征服 所以全島 他整個台灣島全割掉 包括周圍的群島 一些島嶼一起割掉 全部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所以他沒有告知那個義務 其實基本上有他們的民族性 他們做事情也是不清不楚 這一點我們 那個法理台灣人一定要記住 我們每一件事情要做 一定要認真要仔細 那做交接的時候也要清除 那大日本帝國太陽旗跟台灣彩虹橋 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天空 那是註定的 我們是母系社會蘋果族的後代 不是唐山後代 停止自欺欺人無名行為 馬堅越林瑪莉醫師 他研究DNA族譜文明 目前本土台灣人 以尋根的態度 用DNA族譜找到自己原本的乳宣 平埔族主要血統有98% 高沙族同心學員 更是大日本帝國台灣貴族 不簡單啦 高山義勇軍 來得實在 要無比的信心 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感到無比的榮耀 這就是台灣所有的 包括高沙族 平埔族所有的族 那我是道卡斯族 我們的判議長是馬卡道族 OK 朝鮮帝皇帝 將領主管轄權 永久讓於大日本國大皇帝 主要依據在哪裡 在這邊 叫做日韓併合條款 日韓併合條款 它是當時由日本國的代表 日本帝國的代表 室內正義 跟大韓帝國的總理 所簽訂的一個條約 李萬用 室內正義簽訂條約 把朝鮮 全部的統治權 統治權不包括 跟所有權是不一樣的 它是使用權 管理權 讓給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在1910年的8月29號公告 Announce 大日本帝國 福爾摩查最早的棒球隊 我們有看到 卡諾 加農 是最早嗎 不是喔 最早在這裡 跟各位同心學員 包括鏡頭前 現在看現場的 紀錄片的所有 的朋友 我們來看 卡諾 不是最早的 最早在這邊 1923年 林貴心在花蓮招募一群 高砂的孩子 組成了 高砂棒球隊 他那是寫野球隊 是棒球史上第一支 由Promotion所組成的棒球隊 組織成員 全是高砂阿美族的孩子 後來球隊在台灣總督府 花蓮港廳接手後 即是1925年 威政內地的 能高棒球隊 我們去網路上看一下 能高野球 你會輸入 你就會看到 很驚訝 家子園翻人野球 這翻人 這翻人是從那個英文 foreigner 直接翻 就這樣翻 其實翻是一句好話 是代表什麼 外國 不是意思說野蠻 不是野蠻 翻的意思就是說 國外 國外的 還沒納入 那個 童話的一個 族群 就叫做翻 能高團 大正14年 夏天 看到大正14年7月16號 9日在東京能高團的野球 這一起的合照 輪廓都很深 看到 驚人的球術 無勝負 一三勝四敗成績 這是那個成績 那領隊是這一位 剛才看到林貴欽先生 在花蓮花岡山棒球場8比3擊敗鐵隊 那時候球隊很簡單的名字 朝日鐵 聽 氧氣 商工 研塘等隊 在1930年代是花蓮主要印式棒球隊伍 以林貴欽所效力的朝日實力最強 在1929年5月花蓮港大會 及1930年10月 花蓮港體協支部所舉辦的秋季大會中 都拿過冠軍 OK 林貴欽先生 他 後 他後來 他有一個很 很不好的一個後 後面有一個結果 這林貴欽的那個照片 他是1899年12月3號 這是明治22年 黃季2559年 什麼時候過世的呢 1947年9月15號 昭和22年 他是財政總督府花蓮廳台東人 他是手臂是投手 又投又打 168 72公分 1947年228白色恐怖橫行時代 他被國民黨政府 強抓去 關進黑牢 家人變賣家產 甚至向友人借錢 把他從冤獄贖出來 出以後為了避免白色恐怖 波及家人 他先把家人安置到台東避難 然後最後呢 以日本武士精神 在1947年9月15號 在家的採訪切副 自殺了斷生命 武士刀精神 寧願自己自殺 也不要被 中國武裝難民 蹂躏 銀行券鈔票是公開的正式文件 剛才有講到那個 行線造書 行線造書 我們回到現在的主題 行線錢呢 他使用銀行券上面標的是 台灣銀行券 行線之後使用的銀行券上面寫什麼 日本銀行兌換券 看到這個券字 各位同心學員 如果回去的話 不妨教教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現在連券跟捲都不會寫的 這券底下是一隻刀子 不是捲起來 要吃東西就捲起來 用的那個什麼貴賓券 是用刀子切的 不是拿起來吃的 這底下是個刀子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昭和陛下頒布行線造書 依萬國公法稱為 神聖不可被分割的國土 那我們要上 每天要上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一定要記住 就是要養成習慣 每天一定要上去 去看一看 都有新的文章跟消息 那網址的話 http- 小貓號兩個斜線 usmgtcg.ning.com 那如果 記不起來的話 你就打 搜尋引擎 就打台灣民政府官網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 點了 一定要這打 這七個字 你只有打前面五個字的話 可能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1945年4月1號 行線日前 他使用了台灣銀行圈 放大版給大家 童心看 你看上面 台灣銀行圈 頭取印 也在這邊 這是什麼 行線造書 這是 那個 昭和陛下 昭和20年4月1號 就是1945年4月1號 台灣人加入大日本帝國 依據 高於憲法的天皇造書加入的 所以是需要經過帝國議會的允許 不需要 不用經過帝國議會的允許 直接由 那個 天皇造書 行線造書 讓台灣人 直接進入 大人帝國 成名的行列 行線造書放大版 裡面有看到 崇光奎 崇光奎他是 外務大臣 兼 大東亞大臣 那行線造書上面 很重要一點 這上面有看到 朝鮮跟台灣 看到 朝鮮跟台灣 大日本帝國 台灣的行線紀念日是 1945年的4月1號 我們不是法國人 我們不用過 愚人節 4月1號 愚人節是法國人在過的 全世界 可以過愚人節 只有法國人 French 才可以過 愚人節 那是他們國家 他們自己的節日 4月1號是我們自己的節日 那什麼日子呢 重要指標日 沒有新的政令要宣示 施行 還是說 新的公司政策 要做全面的實施的時候 還是什麼大日子 其實基本上 到目前 日本國都還保有這個傳統 4月1號是重要指標日 是大日本帝國 固有新政令會計年度的開始 這是基本常識 依據國際法理萬國共法 究竟上合約 大日本帝國台灣的內地在哪裡 內地 內地 當時你看到內地 你看到這裡寫 內地人 本島人 高殺主 正兵施行準備文 看到有寫 白紙黑字 內閣總理大臣殿 對本島人的尊重 他這上面有寫 高殺族 韓高殺族的台灣本島人 所以可能看到 東條英姬的字在上面 台灣總督府印 這行線之後 到目前為止 還存在的 這個官印 現在是在那個 流氓政府的所謂的總統府 他現在其實他基本名字叫做行政公署而已 行政公署 那就是 他其實現在不能 不能叫他中華民國 他真正的名稱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中國流氓政府 他現在名稱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他不是國家 也不是政府 只是普通的一個管理機構 大家有一個清楚的概念 他行線之後呢 看到他上面字 日本銀行兌換券 就是鈔票 一千塊 這些 大家可以在維基上面 維基百科上面 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五尊千元欠 看一下 昭和20年 1945年8月17號 開始流通使用 朝鮮也有 但是來不及了 他要頒布的時候 來不及 所以他上面有打洞 一樣 日本銀行兌換券 並會正式發行 他有千元 紅色紙張 三個地方都有打洞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領土 台灣已經證明 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因為有行線造術 看到這個金普聰 這是什麼 他擔任 撤退總指揮 真正的民族救星 是昭和陛下 不是蔣介石 他如果不是昭和陛下 宣布 玉英宣布說 向盟軍投降的話 可能 原子彈就丟在台灣的新竹 不會丟在長崎廣島的 新竹就會丟一顆原子彈 那今天大家也命運也不一樣 真正民族的救星是 昭和陛下 他保住整個江山 維基百科他打到 打這幾個字 太平洋戰爭 我們就看到當時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兩個陣營 看到這裡 由我們昭和陛下 東條英姬 三本五十六 全部都是 這是日本帝國的官員 再來是什麼 滿洲國 愛心絕羅補儀 再來是 中國的合法政府 南京政府 汪兆明 再來是什麼 泰國 還有越南的寶大帝 所以我們的盟友是誰 越南 越南是我們盟友 泰國也是盟友 然後這些國家 再來是什麼 美國 羅斯福 蔣介石 孫立仁是蔣介石一樣 不過他帶的軍隊 跟蔣介石的軍隊是不一樣的 美國當時 本來是 要交由孫立仁 來做 那個 佔領台灣 那 蔣介石他就知道 可能有一些 內幕消息 後來把孫立仁給軟禁了 邱吉爾 再看一下 這邊 大家看一下 這維基百科裡面就有 大維基尼國 是絕對君主制的國家 招委陛下 運行簽目投降之後 在9月2號 簽訂投降書 外務大臣 重光軌的代表身份 我看到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兩個身份 and 看一下 放大版 為何說大維基尼國的國體還存在 16月8重舉 就是舉文 舉文代表什麼意思 黃氏 黃氏才舉文 那 大維基尼國 如果講台灣的國花 是哪一朵花 我現在做調查一下 是梅花的請舉手 野百合的請舉手 櫻花的請舉手 舉一下手 沒關係 舉一下手 做個調查 是櫻花 所以現在網路上有看到說 台灣國花的選拔 我們看一看 臉書看一看 我們不禁要笑一笑 台灣怎麼會有國花咧 我們就問他 1945年4月1號 行憲造書頒布之後 台灣的所有權 跟神聖不可分割的國土 我們的國家是哪裡 大日本帝國 Empera of Japan 我們的國花是櫻花咧 怎麼會一隻野百合插那那裡 那篇文章很好笑 到目前為止還貼在網路上 那 這篇文章也蠻多童心 去進去幫他留言一下 我們的是櫻花 那代表黃氏的是舉文 萬事一系的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永遠存在 所以大日本帝國就永遠存在 戰爭法的內容 看一下 回顧的第20頁到25頁 它是什麼 用以規範交戰國的行為 是1820年 拿破頓席捲歐洲的 戰地為王的觀念 已經過時而且違法 全世界現在遵從的是 國際法跟戰爭法 要將征服者趕離世的國家 要跟他拚命嗎 不需要 只要當地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恢復社會良好秩序 征服者必然自動離開 為什麼 因為有戰爭法的規範 戰爭情況的分類呢 交戰國在作戰後 一方投降或要求停戰 雙方停火 到和平條約簽署前 我們國家來講是1945年9月2號 到和平條約簽署前 1951年的9月8號 簽署前所發生的佔領情況 就是交戰國軍事佔領 實例呢 1945年10月25號 叫做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這時候的佔領區台灣 澎湖 它就是名字就叫 獨立關稅區 要不然叫獨立關稅領域 和平條約簽署後 叫做善意佔領期 軍事政府的平民治疑體系 Civil Government 這個時候就成立了 它現在美國的國防部陸軍總署 會編有一本書叫FM41-10 這本書上面也有寫 美國戰爭法會編 它範圍包括佔領法在內 時間是在1940年10月1號 由美國國防部陸軍總署 首次出版 名稱是FM27-10 United States Army 這是什麼 反正就這樣唸 美國總統或司法部等各界 處理或引述 因戰爭帶來各種解決方法的依據 最高法院判決或戰爭習慣法 就是慣用法 也會引用來討論 戰爭法的法源 它包括什麼 公約或條約 戰爭慣例法 美國與他國的大法官解釋文 我們看到第一點 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1949年日內瓦公約 跟國際紅十字總會規章的 人道主義章節 這有講到 再來是 戰爭的傳統法跟慣例法 是英美的不成文法 再來是 最高法院判決或是 聯邦法院 因戰爭行為所產生的判例 像美墨戰爭 也是一樣 美國跟墨西哥 美國跟西班牙 這都是慣例法 解釋文 什麼叫恐怖組織 我們看到美國 對恐怖組織的定義 不是國家 有武器 到處徵兵 大家心招不宣 這誰符合這個條例 這後面這一排就是 兵拉登曾經領導 蓋打恐怖組織 國際戰爭法前已經伏法了 有一個比他還大隻的 正在解決 要出現 好大隻喔 然後大家很勇敢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定義 他什麼時候開始流亡 開始啟動那個流亡機制 是1949年的12月7號 中國武裝難民是當今最大的國際恐怖組織 中華民國你是國際恐怖組織 在這裡就直接跟他Announce OK 那我們看到這三個階段 法理三個階段 這過去 現在跟未來 為什麼要參加法理台灣 台灣法理 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了解這個區塊 過去呢 美國大派日本天皇將日本台灣處分 派邁克拉社委託蔣介石元帥 經由邁克拉社的一號命令 在台灣 形成了軍政跟民政的兩個系統 台灣警備總部 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那個時候呢 剛剛講的就是 1949年12月7號 他啟動了流亡政府提制 叫Chinese Taipei 他全文叫什麼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 這時候呢 本土台灣人的公平跟正義 就不見了 他那時候名稱 我們還沒有被改變的時候 名稱叫做 People of Taiwan off是什麼意思 從土地上長起來的 土生土長就用off 那在上面呢 放在上面隨時可以做更換 可以做遷徙 到處跑來跑去也叫on 那國際戰爭法下 政治台灣的現在 現在我們現在 這69年來 我們看到一切現象 都屬於政治台灣 他是在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在1979年 4月制定的 他回溯到 最溯到的是1979年1月1號開始 那台灣關係法 是真正害台灣的一個開始 為什麼繳那麼多稅 就是要背負戰爭之外呢 透過台灣關係法 維持了 美國跟台灣自己當局之間的一個 軍事跟各方面的一個 既得利益的關係 就所謂他們講的盟友 其實是一個利益組織 利益 一個關係在 他是在美國國務院下 AIT American in Taiwan 的民間組織 讓中國 流氧政權 繼續奴役台灣 將中華民國的佔領軍 改成什麼 台灣 治理當局 就是我們聽到的 台灣 authority 必須聽命於美國國務院的政治主導 這時候美國是完全看不到本土台灣人 為什麼看不到 拿這一張身份證 我今天有帶來看一下 這張身份證可以證明 台灣人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證明台灣人 這一張 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所製作的 台灣政府 晶片身份證 後面有晶片 而且上面所根據的 那個 發卡 上面有一個 法令在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和平條約 第二條B款 第四條B款 第三條 這上面都有寫 那這個 台灣政府身份證的話 它為什麼我們要去申請台灣政府身份證 晶片身份證 它美國國土安全局 它發這個意思就是說 要確認 台灣 真正的本土台灣人是 能夠證明 拿這一個身份證出來 能夠證明說 你是 在 美國軍事佔領下 的人民 最主要的意義在 在這裡 那這一張呢 只能證明 我們自己在這裡被區分 那這右上角這裡 背面的右上角 媽媽這邊的右上角 摸出出有一排數字 這是 什麼暗號 他們自己知道 但是美國 高層透過 那個訊息 跟我秘書長講 秘書長過去也曾經 在課堂上有講 那 他講說這上面這個 他的暗號 就是區分說 你是 台灣奴隸 還是 中國 VIP 所以 他為什麼要去申請一些 我們像 我們身份 說我們要爭取一些福利 為什麼 我們得不到 很簡單 看著後面這一排數字 已經跟你做族群 分割了 沒辦法 所以這一張 最多只能講說 識別證 就讓我進來這個 識別證 拿識別證 拿錢去換價 現在為什麼要換這個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把假的 恢復成 原來 真正的面貌 這叫轉型正義 前幾堂課 那個 講師 我現在多多少少會提到這方面 為什麼要把它恢復原狀 因為我們被改掉 所以現在把它改回來 流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發行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這些台灣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張身份證 看不出來 但是法理台灣出現之後 國際戰爭法 跟究竟商和平條約 的一個規範之下 美國必須 主動 來執行 23條 的 那個規定 他必須親自來佔領 由USMG 親自佔領 軍政方面 由美軍親自來做 那個 主導 那我們看到 紀德艦在 那個菲律賓 那個 漁船 漁船 那個船長被 射殺的案件裡面 我看到紀德艦 它上面 是美國國旗 那也代表說 現在的所有 台灣自己當局 台灣 authority 所有的 軍隊 武力方面 完全由美軍 主控住了 那民政方面 是由我們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來做主導 美國現在不能說 看不到本土台灣 為什麼 我們有台灣政府 晶片身份證 是由 美國 自己製作 單位 講得很清楚 國土安全部 所以新聞記者 你講說台灣 民政府自己製作 那很抱歉 你沒有讀書 沒有讀書 不好意思 你請多來我們這裡上課 不要講台灣民政府自己製造 這是美國國土安全部自己做的 這些已經申請的台灣人 他的身份是 the people of 台灣 這是恢復 原來的 狀況 叫他們蓋過來 叫他們蓋嘛 我們把它恢復原狀 這個就是 轉型正義的一個開始 不正常的政治台灣現狀 很多 看到這兩個受降單位 太平洋戰區 跟中國戰區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這是在台灣 中國戰區是在中國 這是何迎親 這是陳宜 不一樣 那美國麥克勢以第一號命令 由蔣介石代表盟軍投降 不是中華民國 因為當時中國有 有四個 四個團體 東北的滿洲國 是日本帝國的軍事佔領 他是為了要幫助滿洲人 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基本上就是要根據 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 海軍協定 就是講說 整個亞洲的 大部分的秩序 就交由日本國 大日本帝國 來做違和的任務 那在國際戰爭法鐵則之下 1945年台灣不是殖民地 所以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雖然受降了 可是台灣 並沒有被割讓 台灣光復之後 為什麼中國銀行 錢幣無法在台灣使用 因為代理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美國國旗那麼高 他出現的意義指是 說美國把分配佔領權 給蔣介石元帥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是 10月25號 台灣的愚人節 是 10月25號 要記得 10月25號 是愚人節 他都跟我們騙說 台灣光復節 那對 騙人的 這在這裡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是 所以我們 連連連連連說 把真相 不斷的在講 他們現在也在 新的教科書裡面 也把台灣光復節 全部刪掉了 再講 就會被人家吐槽 因為 真正的出來在這裡 那 不是台灣光復 是接受投降 1941年 12月8號 到1945年 9月6號 二戰事間 中國軍從來沒到過台灣 我們看到去年的 69號星期天 1949年 以文件指出 台灣不是 那個 中華民國一部分 是日本帝國國土 也是美軍的佔領地 看到這裡 中國政府的中國銀行 1937年 就已經頒布了 只是在中國使用 為什麼沒有拿來台灣用 1946年為什麼使用台灣銀行的紙鈔 因為佔領區使用 因為佔領區使用 不是中華民國 代理佔領台灣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來我們唸一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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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同心 這兩句話是 我們這一次來 來參加研習班 最主要的 一個要記住的兩個重點 台北工會堂 那時候的壽享典禮 一個情況 大家看一下 看到這個 這是蘇聯的國旗 這是美國國旗 這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這是英國的國旗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注意看喔 地點在哪裡 意義在哪裡 很精彩在後面 解讀喔 該讀 稍早一場是1945年 9月9號 在南京 就是什麼 蔣介石元帥 他不叫 中華民國 是一個叛亂團體 現在剛才政府 其實中國南京政府 是汪兆明 那個南京政府 才是合法的 為什麼有兩個受降單位 他是太平洋戰區 話得很清楚 話得很清楚 中國戰區在這裡 東北 滿洲國的部分 由蘇聯佔 中國 只有 蔣介石 所帶領的 佔領這裡 美國是整個地方 整個大日本立國的部分 由美軍親自佔領 其他由盟軍佔領 法理解讀 解讀 該讀 解讀 為什麼 沒有辦法露面 看到 鬼牌坊 謊言跟真相 看到 看這裡 中華民國萬歲 他活不久了 海軍旗 國旗在哪裡 五條 中華民國 你的國旗在這裡 不是這邊 你是這個 現在叫做海盜旗 為什麼不可以 拿去國際場合 海盜旗 沒有海軍 你們叫恐怖組織拿這個 是不是海盜旗 海賊王 海賊王 航海王 頭目是誰 台灣自己當局 現在局長 國旗在這裡 好 國歌 好奇怪 為什麼 有找到 因為這是假的 真的在這裡 他的國歌在這裡 上面 國會在這裡 有龍 有鳳 底下 有牆連牌 一看到就知道 叛亂組織 無黨 所中黨 OK 1954年 偷偷改掉 他就是為了要 開始 為了 美國 跟台灣自己當局之間的利益 做鋪路 把它改成 國旗 1945年 假的立法院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的地方是叫 海軍軍旗 他自己的1915年的 教科書上面都明定了 麥克阿瑟 跟蔣介石的太太的關係 看 唷 第一號命令發令人怎麼講呢 中華民國地方政府在台北 最大的 詐騙集團 你沒有找我們佩服 我們準備在 你沒有來抓我們 尊敬我們 但是 你要找我們定期 定期什麼 詐騙集團 新台灣人第41月上方 麥克阿瑟有講到 在美國參議院聯合委員會聽證會 講到台灣人為日本帝國一部分 1951年的5月5號 美國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是日本帝國一部分 那為什麼來騙我們 有陰謀 那個431頁 新台灣人論中央的資料 新政令以捷參至 0397號訓令 把本土台灣人日本國籍 集體規劃成 中華民國國籍 違反國際法 海牙公約日內法公約 這就是 國際戰爭法 軍事戰爭不改變 戰爭立主權 不改變人民國籍 法規 哪裡來的光浮節 余恩節 改很多 日本人轟炸嗎 這個是日本嗎 美軍的軍會 縱貫鐵路是牛鳴船蓋的 開通典禮 日本帝國蓋的鐵路 紅葉哨棒是台灣棒球起源嗎 剛剛也講 花蓮廳那個 再來是Kanon 能高團是 台灣棒球的起源 在花蓮廳 東西恒光公路是 二次大戰之後蓋的嗎 是那些甲農民蓋的嗎 日本國 早就在台灣蓋好了 創改 改改改 你如果說阿嬤日本人 阿爸阿母日本人 為什麼在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奇怪 人也衰政府 沒有什麼 生菜粿 還繼續騙下去 大家又不穿起來 來好好聽 台灣發力 發力台灣 我們工師都說 繼續騙 生苦粿 政府生苦粿 OK 國籍也可以改變 工程 他準備本來要學蘇聯 要把它製造 但是沒辦法 因為是違反國際的政政法 美軍沒有 跟他做三天 所以他只好 把所有的日本 台灣人 把所有的 把改掉 新聞把改掉 他遣返合一日本人 那現在 日本台灣 所有的建設 都被改掉了對不對 建設藍圖 還好 由這些 分期第一次 策反的 日本 黃軍 關東軍 每個人餓著肚子 在當時規定 只能在 帶兩公斤 攜帶物 隨身物的情況之下 他也沒帶錢 也沒帶東西 每個阿兵哥 就帶著 日本帝國 在 日本帝國在台灣 準備要實行的 一些建設藍圖 全部放在身體裡面 然後蹭兩公斤 兩公斤這樣 每個阿兵哥就這樣載 帶回去日本國 含著眼淚 帶回去 他為什麼 希望有一天 再回來台灣的時候 再重新 把這些帳後的 被毀壞的部分 重新再建立起來 現在這些藍圖在哪裡 香根圖書館 當然我們現在也不能去看 因為這是 日本帝國的 那個最重要的 建設藍圖 那將來 我們的 國際地位 恢復正常化的時候 就可以重建了 我們來開始 一起來 各位同心 再一起來 手牽手新連心 把我們的 國家 重新建立起來 今天課程講到這裡 謝謝